我们被过去周星驰的金字招牌给洗脑了 认为星爷的片子一定会这样 一定会那样 一定如何 一定能达到什么什么 所以你坐在电影院的时候 你特别愿意配合用周星驰的方式去明明补 所有没有达到周星驰最高水准漏洞的地方 这是什么 用一句明言来说叫强劲的想象带来真实 你认为他是那样 他就一定是那样 尤其是电影观感这种东西 纯粹审美意义上的东西 他靠视觉刺激反射到大脑神经地层 更容易产生这样一种主动配合的一种意识 他高傲 但是宅心忍厚 他谦虚 但是受万人敬仰 他可以把神赐给人类的火 运用来初始落火 他究竟是神心的化身 还是地狱的十种 没人知道 但是可以肯定 每一个人都给他一个称号 哎 亲自 如果我想得到一个异性的芳心 该怎么做 我告诉你 胖的最主要靠两个字 想不想去听张学友的演唱会啊 一起去吧 如果你一定要今天去的话 你记不记得以我戴个帽子 要不然就是给我一点时间去探个头发 因为我现在的发型可能跟你不太相对 我再说的浅浅点吧 我们现在各大晚会基本都是假唱 可是假唱 有时候你不仅不讨厌 你还会配合 为什么呢 如果说这个演员你不喜欢 你看他对口型 假唱 没意思 如果这个演员你很喜欢 比方说这几年春晚出现的小虎队呢 还有今天春晚的皮肤爆啊 当他在屏幕出现的时候 他明明是对口型 假唱 可是他一张嘴 你太喜欢他了 太喜欢他的作品了 你会在脑海里不自觉地配合这个音乐 想到他的旋律 皮肤爆一张嘴 你会想到左手右手什么 一个动作 右手左手 慢动作重播 这词你全想起来了 说白了你会配合他 你非常主动地想到 那个歌的旋律 因为你太喜欢他了 咱们这个中央电视台十一套 京剧频道 经常有播出音配相 音配相是什么呢 就把过去老先生 京剧名角的声音留下来 然后就现代演员扮上唱 其实也是对口型 可是因为你对这个戏太熟了 你对这些老先生太喜爱了 所以这老生演员一挂上胡子 在那就对口型了 他这一张嘴对口型 你脑海里自然就想起来 此时天不可恼 你把马列娘的声给补上了 这就我刚才说 强劲的想象带来真实 哇 你搞什么鬼啊 你现在知道 没别人高的痛苦了吧 你知不知道啊 你在我心目中啊 是最高的 老婆 你在我心目中 你是最大的 对不起 请让让 就走进电影院 只要你对周恩池的影片有记忆 或者很喜欢他的东西 那么你会自觉的在大脑里 给他补齐这些东西 所以我说 这部电影的高票房 以及在一部粉丝当中的高口碑 它其实是由想象带来的真实补送证 这个电影真的不那么完美 如果让我评价的话 美人鱼可能在周恩池所有的电影里 不过是一部中党制作 你看起来可能视觉效果好 当然 他90年代的特技 能和现在的特技比吗 这个电影里反映出来的好多东西 并不令人觉得舒服 而且在手法上也有一些问题 比方说表现 环保这个情怀 我就认为周星驰在体现这种大情怀的时候 他有点拿不动 虽然他对人性的把握相对来说比较准 可是像对世界认知 像环保理念这样一个高大上的题材 周恩池把握起来比较吃力 怎么吃力呢 我举几个例子 就是美人鱼这个片子 其实有两个重要的来源 都和日本有关 一个是日本的一个电影 叫下水道美人鱼 当然今天在这个时候 不太适合讲这个片子 这片子口味太重了 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网上搜一搜 讲的是美人鱼啊 最后受伤害如何如何的 这么一个悲剧故事 和环保是有关的